第七题,放学后小平向西直走到150公尺远的五金行买铁锤,小平向南直走到150公尺远的文具链买美工刀,两人都走五分钟,则两人的合种物语量相同。 那我们晓得位移是向量,一个向西走,一个向南走,方向不一样,位移就不会一样,但是呢,我们都走150公尺,所以我们的路程路径长是一样的,那么速度也是一样,是向量,那么一个向西走,一个向南走,方向不一样,速度就不会一样,所以呢,平均速度不一样,但是因为我们的大小都是150公尺,时间呢,都是五分钟, 所以我们的平均速率是一样的,而从我们的速度中,我们看不出来加速度的情况,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加速度一样或不一样,那么物呢,我们也不要选,所以我们要选的物语量相同的是乙跟丁,因此第七题问我们说,则两人的何种物语量相同,我们答案选的是B,乙丁。